ET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交通银行3328 简选原因是内地疫情蔓延 对汽车、消费等行业会产生影响 进一步打击内地经济 A股走势偏弱 红指考验21000关 后市关注内地维稳力度 中期来说投资者可以优先关注盈利增长稳健 汇息稳定的职优股 例如是内银股交通银行 加仁去年盈利,岸年增长1成1去到876亿元人民币 好过市场的预期 除了盈利能力提升外 交行的资产质量改善 去年的不能贷款率 岸年就是下降0.19个百分点 至到1.48% 正利息差就企稳 岸年收集一个基点去到1.47% 正利息收益率就是1.56% 同样是收集一个基点 不能贷款特地贷害率 就是166.5% 按年改善23个百分点 因应资产质量的改善 中金将交行2022和2023年价格的预测 上调5.8%和7.3% 目标价就是提升到6.9% 交行现价的股息率接近8厘 摩根士丹尼预测 交行2022和2023年 股息率分别是8.3厘和8.8厘 交行昨日收报5.67亿市升近1% 继续沿着中期的上升轨向上 策略上,公司股价如果能够站稳在5个半楼上 可以少住收集 否则等20天线 大约是5.4厘近级纳 目标价可以用主要大行的平均目标价 即大约6个4作为参考 跌穿5.1就要减迟了 最后最后最后全场的搭车 看到我整个硬有部分都将会的时候 我现在开始做两个市场 两个市场